咖啡老师 今天小咖我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咖啡拉花 实不相瞒 在十年前 我自己就是被咖啡拉花所吸引 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所以说从最初到现在 我自己身边也有各种各样的 喜欢咖啡拉花的咖啡师 朋友 我也在同一的初期 参加过那么几次咖啡拉花的比赛 提到咖啡拉花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一杯咖啡需不需要辣花 大家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杯咖啡 我用了同样的咖啡豆 牛奶制作方式 这两杯咖啡 如果要是你闭上眼睛来喝 其实你感受到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到正常的喝咖啡流程来 我们肯定是先看到这杯咖啡 然后再喝到这杯咖啡 很明显你会觉得视觉的感官上 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自己对这杯咖啡的判断 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会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 色香味俱全 视觉嗅觉味觉这三个方面就真的很重要 另外一点是我最近做了低音的咖啡之后 我才发现很多人说蝉咖啡是蝉它闻起来的味道 也有很多人说咖啡闻起来要比喝起来更吸引人 所以香气对于一杯咖啡来说也格外重要 那一杯带有拉花的咖啡会更加有欲望的想去喝到它 那我个人呢也很赞同这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 一杯咖啡拉花它是怎么实现的 怎么成型的 那其实不少爱好者都还不太清楚它的一个原理 咖啡拉花最初的形态 它是出现在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 因为那个时候义式咖啡机就大量的出现这个市场 基于义式咖啡机的功能把牛奶打发成奶泡之后 那再倒入到浓缩咖啡里边之后呢 就会发现奶泡竟然能和咖啡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类似图案的东西 那于是接下来就慢慢的又有了 Latte Art 咖啡拉花的概念 那拉花呢慢慢的从最开始的一摊白 到新型树叶玉金香 直到现在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组合创意的各种动物花草等等 所以说拉花它也是一项基于基础的技术前提下 慢慢的上升到艺术创作的一个领域 在技术达到了足够的熟练度之后 通过自己的艺术的审美 想象力创造力来完成一个拉花的创作 所以说在拉花的比赛中 你可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图案的拉花的创作 首先拉花成型的原理是靠体积的大小以及重力的大小来实现的 那伊贝拿铁拉花它的表面呢是表层的比较轻的奶泡和cream 它是气泡 所以说呢它能飘在上层 那下层呢是牛奶和咖啡液体 那它的密度大 重量重 所以说呢它是在下层 那如果没有奶泡这样的泡沫 只有牛奶其实是拉不了花的 所以说呢拉花的前提是需要有奶泡 那我前几天还收到一个私信问我说 如果咖啡没有油脂能不能拉花 我早在n多年前的拉花教程里边就说过 没有油脂也依然能拉花 但是呢它的对比度就会相对比较弱 也就是说颜色呢会更淡一些 所以说啊你也能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巧克力拉花 抹茶拉花 红茶拉花 能够跟白色的奶泡实现颜色对比 其实都可以 所以说啊 这就是你为什么能看到一些用酱油洗结晶或者是咖啡的拉花液 也能实现出来一杯咖啡拉花 因为只要能满足前面的两个条件其实都可以 那接下来啊什么样的奶更适合拉花 首先我目前见到大部分的制作咖啡的牛奶啊都是全脂奶 脂肪含量通常在6%左右 那能不能制作拉花重要的还是要看蛋白质的含量 如果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太低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打出来持久稳定性的奶泡 或者是打了奶泡之后很快就消掉了 那这些情况呢 我之前在用不同的牛奶也都有遇到过 通常蛋白质的含量在5%左右 通过蒸汽的加热 把空气注到牛奶中 那蛋白质把微小的空气包裹起来 形成了这种蛋白质的泡泡 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奶泡 蛋白质的泡泡在不断的被蒸汽打发旋转的过程中 会从大的气泡变成越来越小 那就形成了我们最后制作咖啡辣花的绵密的奶泡 那么有人问我用脱脂的牛奶为什么不能辣花 脱脂的牛奶啊脂肪含量通常在0.5%以下 原则上来说脱脂的牛奶也是可以浪花的 那因为有蛋白质就可以打发奶泡 那但是由于牛奶的脂肪含量少 那脂肪呢可以把你形成的奶泡结合得更加的紧密 那分离的速度也会更慢 所以说你会发现脱脂的牛奶打完奶泡之后 就算你打得很绵密 融合度很高 它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分离开 变得很硬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全脂的奶比脱脂的奶更适合制作拿铁辣花 那因为全脂的牛奶它的奶泡分离得更慢 从口感上来说喝起来也会更加的丝滑 而脱脂的奶喝起来呢相对会有点这种木木的那种粗糙感 那么豆奶 杏儿奶 燕麦奶也是同样的道理 只要它的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在合理的范围内 那它们都能制作辣花 而且呢还很不错 就比如2022年也就是今年世界拉花艺术大赛 中国去指定用的奶就是某个品牌的燕麦奶 那么有小伙伴肯定会问市面上这么多的燕麦奶 到底用什么燕麦奶做出来的咖啡更好喝呢 这里我挖个坑啊 如果大家感兴趣比较多的话 咱们后边专门做这么一期的视频 来跟大家好好讲讲这个话题 今天关于咖啡拉花的话题就到这里 小伙伴如果你们对咖啡拉花有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呢 他说什么的 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